受到连日大雨影响 中文大陆广西桂林 最近遭逢26年以来最大的洪水 桂林市有38个气象观测站 打破了舰站以来 24小时降雨量的记录 包括火车站、医院都淹大水 武警划着橡皮艇带着救生圈 到处抢救受困的民众 另外四川成都新建中的地铁 21号则是因为自来水管突然间爆裂 路面出现巨大坑洞 所幸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马路成了滚滚激流 有民众疑似要抢救被冲走的机车 试图跟大自然拔河 画面显向还生 火车站周边一片汪洋 混浊的泥水淹没市区 站内也好不到哪去 同样处处泥流 受困乘客只能在高处避难 都出不去 由于持续的降雨 桂林市的梨江、桃花江 出现了水位上涨 江水倒灌的情况 那像九干岭社区呢 最深超过了两米 中国广西最近遭到26年来 最大洪水侵袭 桂林市有38个气象站 打破舰站以来 24小时降雨记录 不少地区都出现淹水灾情 我们紧张啊 你放心 转在那里面 慢慢拉 慢慢拉啊 许多地方淹水将近一层楼高 武警划着橡皮艇 带着救生圈 四处抢救受困民众 这个机水呢 是从昨天下午3点钟左右 开始涨起来的 机水最深的时候呢 是达到了两米左右 洪水还灌进南西山医院的 住院大楼 造成院区停电 仪器泡水 索性21号 积水已经消退 根据医院的反馈啊 积水是在今天早上 逐渐退去的 四川成都的地铁工地 21号则发生自来水管破裂 路面上出现巨大天坑 今天是凌晨10点钟左右 在13号下 小兰节的 机坑的外侧 两根子来水 一根是一米 和一根30公分的子来水 发生自然暴力 进去到地面 大约有12米 宽利机坑 发生了塌陷 事发后 自来水公司第一时间关闭水管 施工单位也开始填补 塌陷路面 成都市政府宣称 天坑不会对周遭建筑构成威胁 乌链之兵 人物見面